回往2021狗狗币疯涨146倍 是笑话还是神话 The Sandbox拿下斯蒂芬库里再创元宇宙记录 印度推迟加密资产禁令 或将成为亚洲的加密资产中心 扎克伯格印度设立分中心 A16Z Coinbase纷纷跟进 12月22号星期三 B联合在我是Michael 如果要问您过去的这2021年 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会选萨尔瓦多 把法定货币定义为比特币 而且宣布要建立一个基于比特币打造的城市 要用他们国家的火山能源 来开发比特币的矿场等等这些事件 包括摩根大通高盛等等这些传统的 金融业的巨头 也开始纷纷发布 关于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的研究报告 开始教育他们的客户 应该怎么看待新兴的投资市场 那么和机构和国家级的这种关注相对应的是 整个加密市场上面还是充施着很多的泡沫 比如说年初的NFT 还有DeFi项目 以及随后的很多动物币种的狂欢 都让这个市场充满了机遇和机遇之外的一些泡沫和危机 2021年初一个狗狗币价值0.5美分市值是6亿美元 在牛市巅峰的时期狗狗币的市值几乎达到了1000亿美元 每枚代币的价格为73美分 比年初上涨了146倍 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对加密货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因为它让市场看起来像一个笑话 但毫无疑问 狗狗币以一种比特币从未有过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Total transaction flow that you can do with with Dogecoin is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like transactions per day is much higher than has much higher potential than than Bitcoin it is slightly inflationary but that inflationary number is a fixed number as opposed to a percentage right so that means over time its percentage inflation actually decreases and that's actually good because it encourages people to spend and rather than sort of hoarded as a store of value 与狗狗币类似NFT的狂热也席卷了大众 成为了感恩节餐桌上的话题 第一个获得大量追随者的NFT系列是CryptoPunks 这是一组不同角色的像素化的图案 现在的底价已经超过了10万美元 来自NFT和MemeCoins的炒作也扩散到了加密货币的市场本身 因为几乎所有的顶级代币都在2021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总的来说2021年加密货币市场应该说是吸引了特别多的目光 获得了巨大的一个进步 首先是整个加密市场的市值 这是一个硬指标 再一个是大家看媒体的关注度 很多传统媒体不管是中立的反派的正面的 都在关注这个星星的圈子 再有就是很多大机构 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纷纷报道 和介入到这个新的投资领域来 好2022年咱们看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要看微神的以太坊2.0 能不能像它吹的牛一样 能够真的在22年的年底或者年中实现2.0的升级 再一个就是要看现在新概念 元宇宙的概念到底是炒作是泡沫 还是真的是影响到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说到元宇宙呢 有一个这个元宇宙的概念项目的sandbox 不得不提 sandbox在上个月发布了它的这个NFT的项目的sandbox之后呢 获得了8888万美元的融资 现在这个项目的吸睛指数可以说是风投无量啊 the sandbox原来是传统的沙盒游戏 从2018年开始探索区块链版本 团队在游戏开发和营销运营方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今年9月28号 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snoopdog宣布与the sandbox合作 站在sandbox metaverse中重建它的豪宅 12月23号the sandbox在其官方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 adidas Original已经登陆了the sandbox元宇宙 并配文称impossible is nothing 意思就是说在元宇宙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2月份Republic RAM以430万美元从视频游戏公司 Atari VSA手中购买了一块the sandbox上的虚拟土地 创了当时虚拟土地销售价格的历史记录 9号的时候香港房地产巨头 新世界发展集团CEO 郑志刚宣布对sandbox的投资金额为500万美元 并获得了sandbox中最大的数字地块之一 最近sandbox宣布将与NBA球星斯蒂芬库里 以及运动服装品牌安德莫尔达成合作 并与本月发布新的联名款的NFT the sandbox之所以发展的这么迅速很重要的这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当你拥有了一个the sandbox当中的像素级的这种资产 不管是地块也好虚拟的这种NFT也好 你都可以在the sandbox旗下的任何一款游戏当中去导入你的资产 也就是说你的NFT是可以在它向下完全兼容和流通的 可以随意的买卖和使用它 这也是NFT的价值所在 那么现在the sandbox当中你要买一块地的话 最低的地板价也是大概三个以太坊左右的价格了 而且全球有大概17万的用户作为它的底盘的支撑 印度推迟加密资产禁令或将成为亚洲的加密资产中心 扎克伯格印度设立分中心 A16z coinbase纷纷跟进 好我们回来再关注一下这个印度加密货币法案的这个推行的情况 大概呢就是可能印度要禁止私人去持有这个加密货币资产 之前印度还说要入行对吧 要立法来禁止 那么现在这个法案是一直在推迟 大家知道印度随着14亿人口的这个体量 是每年都在以2000万的速度 在增加加密货币的投资人和持有量 所以印度是一个加密货币市场增长非常快速的一块这个国家 所以印度如果一旦禁止加密货币市场的话 多多少少会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会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现在印度的这个法案迟迟没有到达国会去经过审议 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力量的博弈也未可制 政策制定的延迟为印度的加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窗口期 无论是加密市场的需求规模 还是加密业对人才的吸引 印度正在进入快速的增长期中 有报告显示从2018年1月2020年12月开始 来自印度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交易量占了全球总交易量的5% 有数据显示印度拥有2000万以上的加密货币账户的持有者 已经超过了股票市场 有累计60亿卢布折合约7914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投资加密货币 报告显示加密货币尤其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在印度 越来越受到追捧和欢迎 在印度的监管法案没有出台之前 其实在印度如果从事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的话 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 但是到印度有大量的贫穷人口是使用不起 金融系统的银行账户的 所以一旦印度的立法或者说在加密货币行业 加以引导和松动的话 印度很可能会成为亚洲的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中心 马克扎格伯格最近在印度举行的一个Metard公司的一个年终的一个计划上面 就表示说印度有可能在元宇宙方面在亚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加密货币市场90%的谈话都围绕着元宇宙展开 元宇宙将由Web 3.0提供技术支持 包括加密货币区块链和NFT 除了像沙河和Decentraland等领先的加密货币候选者之外 Facebook等主要的科技巨头也决定要开发自己的元宇宙 The basic story of technology in our lifetimes is how it's given us the power to express ourselves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with ever greater richness Back when I started Facebook that mostly meant text that we typed on computers Then we all got phones with cameras and the internet became much more visual And recently, as connections got faster video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that we experience content We've gone from desktop to web to phones from text to photos to video But this isn't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next platform and medium will be even more immersive an embodied internet where you're in the experience not just looking at it and we call this the metaverse 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最近更名为Matter 以表明其对使命的承诺 并且已经在为虚拟世界开发硬件和软件 据说这是亚洲第一个这样的独立的办事处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 该组织计划培训一家小型企业和企业家 以及众多的开发人员 We believe the metaverse will be the successor to the mobile internet We'll be able to feel present Like we're right there with people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we actually are We'll be able to express ourselves in new joyful Completely immersive ways And that's going to unlock a lot of amazing new experience 另外扎克伯格还称赞了印度的游戏产业 并表示近年来他正在迅速的转型 扎克伯格认为印度的游戏行业的发展 可以帮助该平台扩大起在metaverse的人才库 其中游戏的边玩边转和NFT游戏才是大势所趋 Gaming in the metaverse is going to span from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fantasy worlds to bring simple games into our everyday lives through holograms Maybe you'll play old games in new ways So uh Barcelona huh Well it's Not New York but I like it New York miss you What's that I said let me put my game face on So I can beat you 啊 Ok Check I gotta try another game face next time 其实meta并不是唯一一家把这个web3.0 或者元宇宙的基础搭建在印度的第一家公司 像这个coinbase啊 A16Z啊 都在印度建有自己的分公司 或者投资了印度相关的科技企业 要知道印度在这个科技领域 在这个科技人才的储备上面 全球还是非常知名的对吧 那很幸运的是呢 印度政府现在延期了对于加密货币资产的 禁止法案的这个啊出台 这可以看作是印度拥抱区块链2.0 拥抱区块链3.0 拥抱各个科技趋势的一个小小的利好啊 所以呢 印度将来的这个法案会是怎么出台 我觉得对于加密市场 对于整个元宇宙 对于整个科技行业来讲 都是相当相当的关键 好 以上是我们为大家梳理的今天的重点消息 欢迎您加入我们新浪和优管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最近web3项目 Dujama Network宣布完成了100万美元融资 全球有9家知名风投参与投资 12月21号消息 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 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 有人看过web3吗 我没有找到 随后杰克多西在评论区回复道 它在A和Z之间 根据数据分析 稳定币USDT在交易所中的供应量占比 由11月初的超过10%升到了今日的31% 创一年来的新高 表明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正在转向以稳定币资产 或者以年终盈利为目标 近日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申请注册的有道元宇宙商标 国际分类涉及教育和娱乐等 目前商标的申请状态为申请中 近日可口可乐通过VV平台以盲盒的形式发布了圣诞节雪球系列 主题分别为Polar Bear for Coke Bottle Neo Coca-Cola Sign 售价平均为每个29美元 带亚 I V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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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